这天,罗斯玛丽和奇迹无名的演员丈夫加尔搬进了布拉夫楼 虽然耳闻布拉夫楼是不祥之地,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但他们不以为意 罗斯玛丽在洗衣房结识了邻居卡什夫妇的养女吉特利 吉特利称自己是个失足少女,承蒙卡什夫妇的收留,对她视如己出 还送了吉特利一条装着单根,气味刺鼻的幸运项链 奇怪的事又发生了,罗斯玛丽和加尔轻轻握握时,听到隔壁传来邪教集会般的吟颂声 隔天,他们散步回家,发现吉特利跳楼自杀,倒在雪坡里,十分凄惨 罗斯玛丽柔声安慰卡太太,卡太太邀请夫妇共计晚餐作为报答 但卡太太似乎不太懂得同邻居交往的分寸,她带客人来拜访罗斯玛丽 在罗斯加不解风情的织毛衣,卡太太把吉特利的项链转送给罗斯玛丽 罗斯玛丽嫌弃味道刺鼻,把她收了起来 这天,加尔时来运转,她接到电话,顶替双目突然失明的豹先生出演重要角色 加尔通告不断,让罗斯玛丽感到寂寞 为了弥补对家庭的冷落,加尔提出孕育小生命来使家庭更美满 他们品尝了卡太太的手工甜品,罗斯玛丽觉得味道怪异,难以下眼 但加尔不以为然 昏昏欲睡的罗斯玛丽半梦半醒之间 发觉加尔和卡先生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她成了这场仪式的祭品,一只恶魔侵犯了她 很快,罗斯玛丽检查出身孕 卡士夫妇坚持让罗斯玛丽转到自己介绍的塞巴斯医生名下产检 她重新戴上了幸运项链 按照医嘱,服用卡太太自酿的单根草药饮品 她常常感到精神恍惚,脸色苍白 她的老朋友老赫拜访时,察觉到不对劲 对她服用的单根表示质疑 第二天,老赫约她私下见面 罗斯玛丽赴约时,却被告知老赫突发疾病 昏迷进了医院 罗斯玛丽气色越来越差,甚至试吃生食 不由得对塞巴斯医生感到怀疑 好在她的病情一眼食然好转 让她胆笑顾虑 日子看似回到正轨 这时,罗斯玛丽却接到老赫去世的噩耗 她收到老赫托付的遗物 一本《他们皆是巫师》 以名字为线索 罗斯玛丽怀疑卡先生就是书中提到的巫师 在这个节骨眼 罗斯玛丽被告知卡氏夫妇要搬家的消息 在那之后,加尔未经允许 生了老赫给她的书 罗斯玛丽隐隐察觉端倪 担心加尔也是巫术参与者 她打电话给失明的豹先生求证后 赶忙向上一任医生讲了来龙去脉 求她帮忙 但她被当成精神失常 被闻讯而来的加尔和塞巴斯抓了回去 他们强制给她注射了镇静剂 醒来后,罗斯玛丽得知自己产下一个死因 她坚信是巫师绑架了孩子 持刀闯进茶会寻找 然而,墙堡中的孩子作为撒旦之后 有一双恶魔的眼睛 罗斯玛丽得知自己成为撒旦的妻子 歇斯底里 唾弃丈夫为了名誉,出卖妻尔 面对嗷嗷大哭的孩子 她终于缓缓走向摇篮 露出温柔甜静的微笑 在遭到世界的冷漠背叛之后 罗斯玛丽是否就此向邪恶妥协 我们都不得而知了 唯一肯定的是 她为了保护孩子所做的努力 是所有宗教信仰都无法阻挡的 母亲的力量